贾世芳向踏上的允祥一移 走到踏前 俯身轻声出 十三爷 贫道棘手了 你的病不相干的 这回子已经好些了是吗 是 我觉得不晕了 眼睛似乎也清亮了些 不是似乎 其实新明了 自然眼亮 十三爷 你胃气不展 饮食有亏呀 想不想吃点东西 比如桂花糕 哦 对 桂花糕 允祥眼睛一亮 竟不自禁的咽了一口口水 真的 我怎么就没想到他呢 我真的肚里肌 想吃啊 红角刀已经看愣了 过去三天里头 父亲只勉强喝过两小碗的精米粥 醒过神了 便一叠连生的命人 快 快 取桂花糕来 贾世方 含笑 看着允祥 吃完了两块桂花糕 亲自从盐瓶里倒了一杯水递过去 允祥接过来 滋咕滋咕的 居然一气饮尽 畅快的喘了一口气 哎呀 总有两年没有这样畅快饮食了 谢谢你 你怎么道弄啊 也没见你发功行器 烧服驱邪的呀 十三爷 道藏三十六部经 共有一百八十七万六千三百八十卷 可动真经者 仅通上链之术 习动本经者 仅知按摩之法 习动神经的 略明皇庭之道而已 万法通忧 岂能一格勾之啊 假释方徐徐而言 那种故作玄妙 装神弄鬼之辈 原是道家下城之辈的够大 十三爷叫他们哄了 您想不想起来动动啊 当然想啊 能做到不能啊 恐怕不能 你能的 人人都能走路 十三爷英雄豪迈一世 反而不能吗 你起来 自己下地儿 挤上鞋子 走几步看看 允祥听着他的话 好像从很远处传来 又好像清晰的耳语一样 五脏中 咯咯的微响 像有一股热气在推焊着 至色已久的经络 一个念头 世事何妨 刚刚闪过 已经不由自主的推枕而起 谎哭之间已经 站立在地了 他惊喜地叫道 哎呀 我起来了 通身的不适感 刹那之间消失的干干净净 试着走了几步 居然脚步稳健 高兴地扬臂大呼 哎呀 我能走了 我能走了 舒展双脚 甩着臂膀冲出了门去 净身惊涉 所有的太监宫女都惊呆了 如果不是眼前活灵灵的事实 就说是神仙下凡 他们也不信允祥的病 能好得这么快 红角 用虔诚的近乎崇拜的目光 凝视着毫无自禁之容的假释方 扑通一声 常跪在地 连磕了三个响头啊 活神仙 活神仙 你救了我阿玛的命 我给你起一座罐 要塞过白云罐 不是救命 是治病 假释方目光悠悠的 看着院外欣喜事宜 正在散步的允祥 微笑着说 认谁的命 都是本自生灭 非大善 大恶 不能一大 十三爷 命不该绝 陈科 自然能起 红石看着这一切 惊讶的 说不出话来了 半上才说 哎呀 黄阿玛 也有病在身啊 我要 我要见仙长 进内 给他老人家 聊治 聊治 说话之间 允祥已经回来了 哎呀 这一身汗 出得痛快 他便脱了外边的大衣裳 红角 忙上前阻拦 刚说了句 哎呀 看冒了疯 假设方便说 哈哈哈哈 不方式的 焉有冒风之理呀 方才居士许愿给我盖道观 我云游天下 旧物己人 其实用不着的 现在就住在白云观 只是当客人不便 要能知会那里 张真人将我的传辑 收在罐中 就足感厚爱了 哎呀 这个有什么难为的 我回去就用意 要顺天府办 红石笑道 要不是张真人 早已经赤风过 就要你主持白云观 也是理所当然呢 允祥坐了炕对面的椅子里 开着汗笑道 道长啊 能不能就留在这里呀 生死人而肉白骨 这是大能耐 大本领啊 据小王看 凡有大本领 人所不及之能耐者 必遭雍者之计 在外与你无依 我愿随道长 学一点兔纳性命之道 皇上龙体欠安已久了 旧病可以随时的调理 贾世方随意的 端坐在允祥的对面 什么都讲究缘分呢 皇上的病 如果该是贫道治好 他自然要照贫道去的 就比如王爷您吧 如果心里压根不信我 我来了 也是束手无策 请十三爷留意 贫道 闲云野鹤之人 不愿受一点规矩约束 他站起身来 对红角说道 王爷原来吃的药 还可以接着吃 不吃也没要紧的 随意些 想走动就走动 想吃就吃些东西 这也记 那也记得 世间庸医 常以此 卖弄学识 误人性命 贫道告辞了 官里许多病人 巴巴的等着呢 一语提醒了红石 园子里 也有多少要紧的事 等着他办呢 王爷起身辞出来 红角只送着他们 出了门口才回去 红石掏出金表看看 对贾之方说 回头 怡亲王必定有众礼谢你 我无物可憎 这块表 是个稀罕物 捐给你好吗 我是天下最懒散的人 表于你有用 于我 实没有一点用处 我晓得 三爷 想让我推一推 修旧 可以实言相告 君王 侯相 命迹于天 非臣间庶士 所能预知 但敬天守命 莫不所向为己 大抵有所客销 都因是自客 虽有天命 亦不可适 牧下王爷 正在 勋酌之时 因实而导逝 其想自在 说罢飘然而去 红石听着这话 之时 他在黑龙江 跟着八海练兵 康熙燕家的时候 他又在月中 骑军中应柴 年庚尧败事 他又恰在江西崔梁 小心谨慎的逢人就笑 从不在背后 说一句别人的短长 有这些好处 加上几次事变 都不沾包 因而 父亲的事 不但没有连累他 意味还多少 升迁了一点 红石下轿 一边精神抖操地 往园子里走 一边打招呼 大哥 在这儿等谁呢 是三弟呀 红燕一流小跑过来 胖乎乎的肉 一步一颤 到跟前笑眯眯地说 你是当家人哪 大哥不找你找谁呀 红石看看左右 进进出出的人太多 笑着说 大哥 走 里头慢慢谈 于是兄弟二人 连妹而入 一路上 到陆华楼张婷玉 那里的官员很多 还有来来往往 在园子里 各处当差的太监 见他们过来 纷纷侧身必到 请安的 问好的 故作庄重的 彬彬有礼的 各色人物 具有啊 直到进了运松轩 红燕 才觉得心里安上 因见外乡 有几个官员 跪着后见 红燕屁股略一落座 便笑着说 我方才从户部过来 宗学里两处房屋都破败了 今年幸亏余少 不得早塌了 得要五千两银子修缮 还有咱们小字辈的兄弟 下半年的学费 得一万多两银子 平郡王 英郡王 车记都尉将军允骂家 三位郡主下家 两位五千的 一位两千的 红石笑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大哥啰嗦的多了 我也记不着 你无非想要点银子 说个马子给兄弟就是了 哈哈哈哈 到底兄弟是如今的摄政王啊 手面气魄 风度都出尖的 我方才和你一道走 就一道想啊 金帆也算 虎假虎威呢 哈哈哈哈 嗯 我要五万七千两 红石不禁一笑 扯过一张条子 在上头 批了几行字 交给红燕 哎 我这里忙 不需留哥哥多做了 说归根啊 我们是一个爷爷 记住这个就是了 说不到虎 还是胡的 别的 没有事了吧 红燕接了条子要走 又站住了脚 呃 内务府 昨儿个饼上来 二叔的病 只怕不好呢 昨儿 只吃了一碗西粥 今儿水米都不进 内务府 看管的人 好歹劝着 中午才喝了半碗参汤 太医院 这回子去人守护 二叔已经 昏晕得不知人事了 只口口声声 要见见皇上 在西区 你看 皇上这回子 又不在北京 这可怎么好呢 哦 我知道你的意思 还有你的父亲 就关在二伯伯阁院 如今疯的 越发连人都不认得了 你想去看看他是吗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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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燕惊恐的向后 咧下了一下 双手摇着说道 不不不不不 我父亲是乱臣贼子 我是国家忠良 三纲之内 君臣大义为首 我怎么会想到他呢 就是想 也不是罪呀 直到大哥 吓成这样 如今可真够热闹 和其那 得了干呕的症候 塞斯黑在宝定 肚子疼 允堂在张家口 悬晕得不能自立 十三叔和李卫可写 田文静肝病 大伯伯疯了 二伯伯病危 没有说完 自己已经先笑了 人呐 仔细想来 竟都是累出来的病 连皇上 他想说雍正的病 也是累的 化到口边 改成了 也为这个交心 红尸站起来 忧了几步 脸上已经没了笑容 大哥先回去 二伯伯和大伯伯那里 我一会儿 就指使太医院 派最好的郎中 去看麦 咸安宫上四院 都是要紧去处 内务府宗人府 是朝廷直接管 也受你礼藩院节制 告诉他们 就说我的话 两处太监 都要换一换 如今朝廷仍是多士之休 他们垂死之人 不要沾包最好 红艳满心的话 允仍是当过四十年 太子的人 如今病危 至不计 红尸红利 也要去探视一下 自己随同前往 或许有机会 探望一下父亲 谁知这位三爷 对自己 尽自礼数周到客气时分 连提也没提 这档子事 心里一凉 搭讪着便起身告辞了 大哥走好 有事只管找我 同时目送他 出了运松轩客厅 对身边的太监说 我进来的时候 见九门提督徒里辰 在外圈后着 请他进来吧 那太监 答应着出去转了一遭 回来禀说 王爷 徒军们 见大爷进来说话 先去见张中堂了 说稍等等 再回来 同时心里一阵的不快 略意思量 笑道 那就先叫顺天拂隐 汤静吴进来吧 汤静吴进来了 与他同时进来的 还有上书房奏事处司官 李文成 李文成抱着一后叠的 已经拆封的奏折 轻轻放在眷案上 然后才打签行礼 王爷 背纸刚从风华楼过来 这些折子 张中堂都看过了 方先生摘要 连日夹急递了皇上行载 上头画了圈的 是要紧的奏译 都放在上头了 没有放在目录里 张中堂 特意观照王爷 留心看 保定胡诗里的折子 同时摆了摆手 示意汤静吴坐去 老汤 你坐去吧 抽过目录来看 前面几份是山东山西 和直立藩司 报称 九汉无语 秋复可律 请求朝廷 欲为地步 早愁赈灾粮食 调拨备用的 其余的 几乎清一色的是 议论 田里之争 进自军机处 批交六部时 批文上明写着 实心王室者 自有公论 党员思节之风 断不可掌 但从奏折题目看 左田右里的折子 还有一手半 红石略一过目 便撂到了岸上 见李文成要退出去 又叫住 月中其军里 要两千架牛皮帐篷 那个骗子 军机处批了没有 目录上没有见 你告诉张相 我见过人就过去 李文成 忙躬身回道 岳军门 那是密折 皇上批转了军机处 张中堂 已经处置过了 原则退回皇上 所以目录上没有 再回王爷 废太子允营病危 方才保亲王爷 约了张相和方相 去探视 这回子 只怕在路上走呢 红石心头一顿 突然有一种受嫉妒 被冷落的感觉 呆了一呆 白手说道 嗯 你去吧 阴见土李辰 微微瘸了腿 马刺踩的地板 鸡丁鸡丁做响 昂然进来 红石 默然一白手 不用行礼了 刚刚 我还派人去叫你 老汤也在这里 我们来谈谈 汤静武 咳嗽一声 正要说话呢 土李辰却抢先说道 我先说 天气早已入暑 我们军里常用的良药 还没有发起来 还有夏装 顶不到秋凉就稀烂了 我下去看看 军士们都乱骂 有的营传力气 一倒一片 连草都练不成 请三爷早点掉拨些绿豆 甘草 二花 黄柏黄莲 这是半点也耽误不得的 汤静武笑道 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 祝德化门的兵士 和丰台大营的人 卫生买腰 在德化同军殿前 大打出手 一个殿砸得稀烂 殿主人告到我那里 凶手又拿不住 请示三爷和屠军们 张宇军们 怎么平息了这事 不伤何气 药店那边也要有所敷衍 红石看了一眼土李辰 不知怎的 他一直觉得 这个满身傲气的家伙 有点看不起自己 这事我听说了 但土李辰 原来在东北 与罗刹周旋 是有名的孤胆将军 秦拿诺敏 是他在威势正望之时 故是最得雍正信赖的 满洲哈拉珠子 他也不敢开罪的过肾 阴又笑道 店铺砸坏物品 由顺天府为常 土将军 闹事为首的 也要惩戒 这样才能平复人心 让你那边我去说 你这边自己处置 要败家势中 土李辰 其实对红石啊 也没什么成见 他天生的不苟言笑 加上磕下那道长长的刀疤 谁瞧了 也有些心脏 听红石说 家号 土李辰 冷然一笑说道 我的人已经处置过了 为首三人 销售军中 势中 其余的十四人 家后三日 汤大人可以去看 但药材 还是得给 三爷 这悟不得 红石说道 我稍等一会儿 就叫户部 星火来办 我想找你们 另有差事 厄齐纳 塞斯黑 和允提的囚居 无论在京在外 都归你两家管 他们是犯罪超过家的 还都带着家眷 和大群的奴才 左右伺候 这样手刑 未免太舒服了 这些家人 如 何珠 公普吉 雅齐布 翁牛行 吴达李 毛泰 同宝 自己逍遥法外部说 还到处捏造谣言 传闻公为密室 诽谤 圣祖当今 不追究他们 当初诅咒为虐 仗势欺人的罪 按现在的罪 也断不能 再留经师 逍遥法外 唯非 作歹 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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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